黃國昌不是不接 他是不配拿太陽花的給他 他懶得接 這個我必須 因為我剛好站在旁邊 另外一個 現在大家都在流行一句話 也就是說 利盈全黨批評一個人 就代表黃國昌所做的事情是對的 所以不管怎麼樣的情形 黃國昌這一次堅持國會改革 他是非常堅持的 那另外這一次 我在看民進黨 人家說當家不鬧事 我現在才發現到 他們根本就是在鬧事 可是這一次讓我比較感覺到 中國國民黨現在完全跟以前的戰力 是不一樣的 戰力提升 對 他的戰力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們在所低到門的時候 他確實戰力跟過去不一樣 可是臺灣民眾黨的立場 就是國會的改革的立場 我們很堅定 所以講快一點 民進黨一直在罵黃國昌 一直在罵胡昆奇 我要告訴你們 他們兩個就做對的事 就是國會改革兩黨都很堅持 可是你們為什麼不想一想 今天國會改革 是你們八年前騙臺灣老百姓 說你們要做 可是你們不做 換在野黨兩黨來做 有什麼講快一點 有什麼不可以的事 他說你們黑箱 所以他這個黑箱 我說他們自己要去檢討 說實在的用意識去干擾 每一條就讓你們重複表決 每一條就是清點人士等等的 這些東西的會議規範 韓院長都做了 按部就班 每一個都依照會議規範 以及我們立法院的所有規定去做 所以像你們不實在的話一直在講 也是恐嚇老百姓 騙老百姓 所以我可以跟各位報告一件事 像在外面這些人 我請問民進黨你們所有的立委 這些人是不是都是你們的子弟 都是你們本來擁來的人 你們自己扪心自問 你們動員這些人來幹什麼 事實上這些年輕人是最無辜 他們有他們的理想 但是不是像民進黨所講的 我們在做這些改革動作 就是黑箱 沒有這回事 只有擔當協調 你柯建民去跟韓院長說 休息協調 院長就照著他的意義來協調 可是第一次要協調 說你不舒服 你也不進來 那第二次 誰不舒服啊 就是柯建民 柯建民說 柯建民說我不舒服 所以我才不去 然後第二次他說 這個這個 現在比較舒服了 可以去 對 可以去 可是一去又在談過去的過世 但我們我們認為韓院長 已經做到 你說要協調 政黨協商就政黨協商 反而兩黨都是來政黨協商 結果你到最後又不協商 那又怪韓院長不協商 你說這種人到底怎麼樣去批評他 我也不予置評 七十幾歲我們還是要尊重 他是老大哥 可是昨天他很落盡的 我想我們兩位 這個兩位委員都都在這裡 他就是提上會動議這些 表決一直在提 還是增加表決 是最後拿出在一百零八年 是柯建民提說只提過一次上位動議以後 就不能再提 那是輸加錢 他提案的東西 院長到最後才跟他練 所以才才沒有提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好像大家都說謝謝柯建民 謝謝柯建民 所以我在看臺灣人民 一定要非常理性 都看TPPS最公正 來 議員 我想黃國昌委員 他在直播的時候 問他說 那究竟現在這個立院 到底是在審什麼法案 法案內容是什麼 他就講了一個 現在條文是最高機密 他自己親口說 沒有沒有 那個時候還沒有審的時候 他講還沒有審 那那像昨天 你們在首頁的時候 他在直播的時候說 人家那個是私人 談話你們拿來 拿來那個 因為還沒有開始審 是五一七之前 對對對 所以不能人家扭曲 前面那個晚上 在首頁的時候 首頁的時候 他直播的時候 他說是最高機密 他說是最高機密 那很多人聽到都說 黃國昌 你作為一個法學博士 你又過去要講說 要改革國會 你今天從你的嘴巴裡面 講出來說 要省的法條是最高機密 真的非常多人 沒有辦法接受 要改革國會 你為了 沒有辦法接受